都好熱烈的支持 而且說對大家的角色都如許加征 好 右邊右邊來是舉手大哥 好 我們視線慢慢的往左邊移動 好 橘色衣服 也感謝我們的台北小海城隍廟 今天呢 我們特別來這邊 感謝小海城隍廟提供這個場地 感謝 謝謝大家 天啊來誰家啊 你不可以因為昨天我選 多一直給我講話 我一直不好意思 沒有 自從他來的時候我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你終於有一個老婆嗎 沒有 終於有一個話比我還要多 你來之前都是我在講話 你來之後我話就變得很少 你知道我剛進劇組的時候呢 然後呢 他不是頭部受傷嗎 躺在那裡 然後每次我講話他就是一個三角形 那個叫做反應 然後我要一大段話他又一個做反應 很累耶 很不容易清醒了 開始會罵人 結果還是我的話最多 因為我變壞人 對對 壞人 壞人通常都會比較辛苦 不會啦 不會辛苦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OK 對 因為呢其實可以 隊員來講戲有得發揮 對不對 不管是演好演壞 能夠有發揮的地方說真的 我演得蠻過癮的 即便剛剛在錄上有人罵說 哎呀 帥姨啊 你怎麼會被他這麼壞啊 然後他後面還補一句 我實在很愛看你 感恩啊 還好他後面有這句 對 就算被罵我還是很感恩 謝謝你們 因為你有時候看就好 罵我沒關係 要繼續看下去 這是重點 你們今年過年有放假嗎 還是繼續拍嗎 目前還沒收到消息耶 目前還不知道 對 目前還不知道 這個一直都很神秘 對 明天拍什麼 對 休假應該是會休啦 只是說今年休幾天就 還不是很清楚 不過昨天三點多 對 可能可以多休一天吧 哈哈哈哈 好可愛 哈哈 如果不好的話就慘了 比較繃緊一點 是 不過現在新的 好 稍微小小的爆了一下 我們接下來會有一個 完全不同的 組合 組合 馬上就要呈現在大家面前 這是給觀眾的驚喜 對 給觀眾的驚喜 對 給觀眾的驚喜 一個大煩 給一個大煩腸 給一個大煩腸 對 當然也希望我們原本的家族 大家可以快快團圓 對 是不是 對 沒錯 會啦 因為收視率越來越高了 對 到了一個點的時候 我們就出現了 對對對 那有什麼 為了說是有下層的猛藥嗎 還是 猛藥好多 每天都是藥 你有看到嗎 對對對 原本血因很好 突然間變很壞 這已經是很大的猛藥了 今天我跟他就要拍一個很猛的 但不能跟你們說是什麼 好不好 對 不能說 對啊 這種交給女性人去做 是在飯店房間沒有做 你說對了 是床戲 對 但那個床戲可能不一樣 不太一樣 說真的我都覺得說 血因怎麼那麼狠 唉唷 我都覺得我好壞喔 比脫衣服還要慘 比脫衣服還要慘 沒有放心 十二點之前可以播的 好不好 十二點之前可以播 就是說其實我自己也很訝異說 陳玄玲這個角色 她會壞到這樣子 就是然後你看把女兒送回越南去 就是我們這一次昨天播的嗎 對 對 非常心狠的把她送走 為了維護自己的張太太的這個 保住這個位置 然後把女兒送走 然後呢 還要害瑞德 對不對 很多人可能還會害原有 可能啦 你要仔細的去收看 看是不是會繼續害下去 不知道害到你嗎 季晴啊 沒關係 你是我最愛的 今天要害 要不然我沒有事情做很無聊 你知道嗎 但是其實還是很愛自己 這個心是沒有變的 是非常的愛 只是到後來因為 因為之前太愛你的時候 你不愛我嘛 所以我到最後才會轉變這樣 對 就是因為你 所以我後來才會變那麼壞 因為她太愛你了 愛莉娜 我這實在你很喜歡亂送鑽戒 昨天好像又送給你 她就是愛莉娜 然後一直都不愛我 一直羞辱我 所以陳雪茵才會覺得說 我愛你二三十年 然後被你羞辱 所以我之後才會心有不甘 覺得說既然這樣 好啊 那我就把你所有財產通通都拿回來 所以才會轉變得這麼壞 想要霸佔你的全部 對 然後呢 當我想霸佔她全部的時候 結果她被我感動了 她愛上我了 對 好像就是今天吧 對 昨天預告有看到 對 送了結婚戒指 對 對 開始求婚了 那我一直很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大同請問你愛我嗎 當然愛啊 你去哪裡啦 這個是個好問題啊 她忙忙的新婚啦 觀眾朋友們趕快敲碗 大同回來 大同回歸 大同包包 大同包包 因為佩華姐的戲 比較特殊的是 你真的猜不透她要寫什麼 對 猜不透 你看 俊翰突然間 連我們自己演的人 我們演員自己都猜不透了 對 對啊 所以大家皮都繃得很緊 其實我蠻羨慕你可以演壞 對 因為壞呢 一定是有原因的吧 照著你現在這個角色 對 那我覺得演壞就是有很多的層次可以去表現 對 那我覺得觀眾 他們越酸你越罵你 我覺得這是成就感 是 對 但是不要出手啊 不能出手 現在沒有了啦 以前喔 說真的以前二十年前 我在女士演壞的時候 去南部做秀 真的被打呢 那歐巴桑就這樣子 打下去很用力 你為什麼欺負陳美鳳啊 哈哈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搶他老公 然後把他罵那麼慘 對 那以前的觀眾會比較沒那麼理性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很理性 比較不會這麼做 他可能頂多走過去的時候 就講說你怎麼拍到這樣啦 但是他很愛看 之類的這樣子 我一定過年你去南部看看就知道 哈哈 我還是不要去南部啊 我還是拜拜的在北部拍戲喔 哈哈 今天來到這裡啊 因為當中草廟很靈 佩玲有沒有許願的願 哈哈 許願有 其實我剛剛呢 一來的時候我就趕快先拜拜 先感恩 先感恩這個上天 熱和神佛菩薩 通通都感恩你們的保佑啊 然後讓我們的愛的榮耀可以繼續紅下去 然後收拾一直高上天 然後讓所有的演員大家都回歸 然後那個什麼 豪傑哥啊 豪傑哥你這樣子安靜太久了 我跟你講其實一開始的壞是他 不是陳雪茵 觀眾朋友們要不要看他話 講一下 對啊 因為我們就是現在目前在台中 然後拍那場戲的時候其實蠻好笑 因為莉娜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要把酒店收掉 然後我要帶他去台中 然後那場戲就是 其實我就恩了 因為就是要掐住大衛 因為我那時候就 台中就是說 我就跟浩神哥講說 喔我把我酒店收掉 我要去台中 然後呢 豪傑哥就是本性演出 他就演說 什麼時候這個計畫我怎麼不知道 然後 陳雪茵就一直瀟灑 因為他 他就是心裡就 我不想去台中 我不想去台中 麗娜又死不帶我去 沒有啦 他那時候因為我現在 過得在鞋裡面 受難重傷 他只是發現 想帶我去台中療 療傷對不對 然後過去的話 就是在漢光他還是會追 追查 就是還是會 就是很多 很多就是埋在整個類的 就是我們會追查 就是一些 呃之前的恩怨怨怨 然後就是蠻精彩的 然後就是 也希望就是製成這邊 能夠 釋放出三億斗 漢光 沒有這個時候 我再講一下 其實漢光之前 也是血液害的 對不對漢光 對 其實他 我也是進劇組 然後開始後來演才知道 原來前面 我還沒進來以前 漢光入獄 結果是成血液害的 這件事情 好像你還不知道 漢光還不知道 還沒有破梗 對不對 然後呢 漢光跟志成 兩個撕破臉 也是我害的 所以這個要期待 漢光趕快回來 我們趕快把這件事情好好的交代清楚 我們的恩怨情仇要處理一下 沒有啦 他們比較想要知道 你許的第二個願望是什麼 好不好 對啊 他們比較想要知道 你許的第二個願望是什麼 什麼意思啊 因為你剛剛願望太官方了 對啊 我想要知道你私人的願望 好不好 有仇感情嗎 其實現在呢 真的就是把心放在事業上 這個工作很重要 我不想要官方說話 但真的是很誠懇的事情 因為一定要先把自己呢 強大起來 我們才有辦法好的照顧小孩 然後才能夠有這樣子的 一點點時間去談感情的事情 那現在一切都是先 以事業跟小孩為主啦 目前是這樣子 當然 你說 希望未來還有另外一半 好 三年份 當然 希望嗎 但是不要給我講這個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好不好 這樣明天標題就有了 好不好 不是 沒有 這是我單身的第一個過年 真的 煩耶 我們請大家提供一下 哪邊的姻緣廟去走一下 其實 我覺得還是感恩一些過程 對 因為以前18年的 每一年都是 從 這個台中 台北 然後往返 很辛苦 很以為塞車嘛 廚師要回婆家 然後呢 一大早 六頂就要開始 下廚房啊 然後準備 因為你傳統 要什麼拜提公啊 拜祖神啊 那些的 然後 終於 今年不用了耶 我好開心喔 謝謝你的犧牲 我們的封面跟 封面罩跟那個標題都有了 謝謝 不是 你剛才是想說 中午可以留回去喔 我意思嗎 沒有啦 其實也很感恩 真的過去這個國家的照顧 只是說 不用這麼奔波勞累 也是個好事啊 我們人總是要往正向的方面想 不是嗎 對 就是說 不用這樣子 舟車勞頓 那孩子也不用跟著我們辛苦 這樣子塞車 但是 今年第一次回 父母家過年 我相信 我比較在意的是 父母的感受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是 哎呀 牙一咬就過了嘛 但是有時候 父母親他可能 因為疼愛子女嘛 看到女兒這樣 他可能也會不順 對 那今年回去 培養過年 我想 父母親心裡 可能也很多的感慨忘天 想說 18年了 這個我女兒怎麼 除夕夜在家裡出現 對 因為其實我 我爸爸媽媽也是看到新聞 才知道的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沒有 沒有跟父母親講 對 那但是沒有關係 我將相信有大家的支持 跟鼓勵 一些都會越來越好的 那也祝福對方的家庭 那也像是我父母親 會跟著我一起 都越來越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很棒 佩玲真的很棒 她很專業 就是在工作上面 就不會被她的情緒影響 鏡瞳也是都沒有在拿劇本 很少在地區 所以我說 我很開心可以搭擾她 謝謝 所以大家也是看新聞 才知道她的那個狀況 對 對 人家今天都不知道 她沒有這樣子 在生活暗自權的那樣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們每次看到佩玲姐的時候 她都笑嘻嘻的 然後就是都這樣子很開心這樣 我覺得 然後其實看到新聞以後 就覺得有點心狠 就會覺得說 她其實很努力 謝謝 因為其實我很不喜歡 帶一些負向情緒給大家 我覺得說 你是一個公眾人物演藝人員 我們盡量能做的就是 帶給大家陽光 溫暖 跟正向的一面 因為你說 人生的過程神沒有辛苦 沒有人 一直都很順遂 一定都會有這些瘋瘋於遇 但我們 不可以因為這些瘋瘋於遇 而影響了大家 或是影響了劇組 不要把自己不好的情緒 帶到現場去 所以其實我一直來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 也是新聞出來才知道 那我也很感謝 就是大家知道以後 很溫暖 不會刻意的 一直去Cue我這件事情 真的 我好感謝你 沒有今天 沒有我的老公的人 他都一直默默的 他也不會故意說 什麼加油啊 什麼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好害怕 你知道 人在脆弱的時候 最怕聽到 最怕安慰 對 旁邊如果有安慰的時候 我跟你講 因為我不想在現場 暴哭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工作就是工作 我要把這件事做好 包括我在工作的當下 我都不跟小孩 通電話 我也就是完全把私事丟一邊 我就是很專注的 在陳雪茵這個角色裡面 然後很專注在這工作上 等到他結束回到家之後 我才處理家裡面的事 照顧小孩的事 這樣 謝謝你們來 謝謝你的照顧 謝謝 謝謝 乾溫啊 太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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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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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經濟狀況都有提供 呃 我的經濟狀況沒有問題 但對方我不知道 我們會處理好 真的我不了解 因為其實 其實我一直都不了解 不是 對啊 就是對他的經濟狀況 我到目前為止 已經離婚了 我還是不是很清楚 到底是有多麼的嚴重 對 但是我的經濟狀況呢 我相信呢 有這個 事業上電視台的照顧 我可以越來越好的 謝謝 謝謝 那你不用幫他 你現在有負責嗎 嗯 不用幫他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的觀念是覺得 如果夫妻啊 一個家庭 兩個人 一起來是共同創業 然後 彼此之間都知道 對方 投資神 做些什麼 那一起創業 那如果失敗了 就像之前跟我們講 我們大家一起創業的話 那當然如果失敗了 經濟不好 或者是有什麼狀況 我們要一起賺錢 來還這個債務 我覺得這是我很認同的 但我為什麼 沒有辦法去替對方還債的原因 是因為 我這十幾年來 我不知道 他的債務到底在哪裡 就是說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也不知道 那究竟是把錢 投資到什麼地方去 我到現在還是不行不去 沒有一個單子是我看到 都是他告訴我的 都是他嘴巴說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說 陪你共同去承擔這個債務 對 因為我不曉得 他的來源出處去哪裡 我只知道說 我有兩個小孩 那如果目前 你是這麼嚴重的狀況 我一定要先讓自己穩住 因為不可以兩個人都倒了 因為孩子很重要 所以我要先穩住自己 才有力量照顧孩子 萬一他未來倒了怎麼辦 這樣謝謝 謝謝 那個 我們應該Cue一下漢光 漢光的那個角色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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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新希望就是 希望說 因為小孩子現在大了 然後他可能就是要 大學 希望他可以 然後他可能就是很好大學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新希望是說 因為現在跟老婆 還有跟小孩 在台地帶 他希望在 呃 延後之後 可以拍 開始順利 然後那產品也希望可以 嗯 賣得很好 然後這樣就可以 年齡都可以去 帶給這樣 對產品這樣 那希望那個產品 可以送到 觀眾朋友的期望 對 第一個 我跟我老婆 他也是有感情 或是 製作的意思 帶給他 當然 還是更希望 來跟雪茵一起習慣 哈哈哈哈 哈哈 因為我每次啊 看到他跟志成在演的時候啊 其實我也是覺得 好想加入 哈哈 對 因為我們都是 在愛人榮耀裡面 我們都是屬於 壞人組的 對對對 對 那之後來就是因為 可能被 伊娜的那個 珍愛所感動 對 在年輕的時候 我曾經 夫婦了他 那他 後來他就 用他的包容 然後 可以不氣的 照顧漢光 所以漢光 就很感動啊 就 跟他去私奔啊 好像感覺是私奔啊 對不對 那麼老了還是私奔對不對 還特別對不對 癢 癢癢癢癢癢癢 他就跟志成這樣說 因為他還是要回來跟人認識他 我們一定認識他 對啊 我們都不要來我的店裡啊 他說 為什麼 他說 人不是應該在他年輕的時候 找到一個珍愛嗎 他就應該就面對他的珍愛嗎 然後 志成就問他說 那你現在找到什麼珍愛嗎 他就 沒有看著 蛤 難道就是我嗎 所以他就是要跟我 會愛走天涯 但是 沒有到很遠啊 我們到台中 緊張 戲份變少 蛤 緊張戲份變少 沒有變少 現在目前在台中 看攤就是看 我是想說 台北的酒店其實真的要激烈 那我想說 在台中開激烈嗎 在台中聽說很激烈對不對 只是我的意思是說 人啊 人就是應該要離開數字圈 因為那個一級戰區 我去那邊要開江戶 然後 漢光啊 便利那 一起開酒 便利那 哈哈 哈哈 然後想進半島 然後獲得更多內線消息 然後更多有努力的人士 回來要幹嘛你知道嗎 要鬥倒雪櫻 為什麼要鬥倒雪櫻 因為其實我的真愛是志誠 哈哈哈哈 你在拍戲的時候都沒來一點去 我都覺得我已經是那個第三集 其實我跟志誠有一段 很難忘了過去 對啊 因為你們本來就是很好的兄弟啊 在戲裡面 在白沙灣 哈哈 好了啦 冷掉了啦 哈哈 冷掉了啦 這個 這個都在休息了 對 然後再講一下過年 過年剛剛有講就是說 其實我原本就是主持人嘛 然後轉戲劇 所以今年過年初一到初五的時候 是有一個大型的主持活動會 每次主持五天在板橋 然後他應該就是 這五天演戲有百萬人會 也是一個像齊獨的 國動類似的 也是公共的樣子 然後也是希望說 就是現在政黨輪替嘛 希望我們2024 新的開始 所有大家都是平安健康 然後大家都是順順利利的 希望台灣人更好 那也希望我今年2024 就是可能也會有一些時間 回歸為主持 國動主持啦 然後電視主持 然後戲劇的話就是 就是繼續努力 因為畢竟演的是民事八年長 所以主要講台語 那台語本來就是對我來講 是一個 就是不熟悉的語言 所以就是從第一部 爆爆爆 大家也是聽我外星語到現在 我是非常感謝觀眾的支持 就是一路幾次有黑帽 因為剛剛在發紅包的時候 其實也有觀眾就是說 他很喜歡我三部戲這樣演過來 我也覺得蠻感動 就是有一些共鳴 然後大家也願意支持 就是演技就是還在努力中嘛 跟這些前輩學習這樣子 然後希望今年呢 我的戲劇啊 演藝事業一切都順利 還有跟家人都是平安 我覺得我的身旁的朋友 或是劇組的朋友 現場的每個朋友 我覺得身體健康真的是最重要 身體健康平安 所以就是希望啊 這個是一個 覺得最基本的 一個心理願望 謝謝大家 對是的 那個酒店收掉到台中的 麟娜說的一堆都沒有錯 我還特別強調 跟他把酒店收掉到台中 沒有啦 其實身體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心理是希望 我覺得在過去一年當中呢 就生命有很多的朋友 我就是 一路工作的馬路 就是身體有性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大家 在很辛苦的工作之餘 我們都要去做身體健康檢查 這是真的 但是其實 當然我自己現在也蠻害怕 因為我也是就是 很久沒有去檢查 所以甚至現在休息的時候 我就會去做一下檢查這樣 對 那目前 我當然也很希望說 趕快回來那個 愛的榮耀 對啊 其實我也可以演壞人 真的 就是雖然說我現在是癌夢 但是你知道 癌夢對不對 你可以狂起來嗎 對不對 這樣什麼都不管你對不對 殺無色 你去美國是很快去討論 沒有 我那天來安慰他 我那天聊天講 沒有話 他說他去排中了 我說 親愛的 你去美國啊 你還在台灣啊 我還要買雞尾 我去美國了 而且他還把房子賣了 還把房子賣了 我的天啊 他在戲裡面了 對啊在戲裡面了 對啊在戲裡面了 大家很希望能夠趕快 回到那個 愛的榮耀錄出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 繼續支持 謝謝 對 真的 看情優秀 真的戲娘 還是要注意一下 真的 畢竟現在50歲 然後女兒也才 一歲而已 前一陣子剛好的劇情就是 我戲裡面 他們要幫我量血壓 結果那個道具醫療 欸我 我高血壓 我這一輩子 第一次高血壓 而且是高壓跟低壓 很接近 結果 那個藥氣師說 很危險的那一種 我才注意到說 欸真的 以前怎麼對待自己的身體 50歲之後 身體又怎麼對待自己 所以真的就是 現在 今年的心希望 就是把自己顧好 希望至少可以陪得到 女兒大學畢業 要不然大學畢業 我女兒 20歲大學畢業的時候 會有一個阿公 牽著她去參加畢業典禮 不只別到大學畢業好不好 我是說至少 我說至少 說至少 那今年過年就是 陪我們到嘉義去看阿嬤 因為阿嬤96歲 然後現在我們爸爸也在 正在醫院裡面 動手術 但小手術 小手術 兩天一夜這個小手術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夠 新年 不管新年會很長 都可以升級健康 你現在血壓的控制序 對 你血壓是多高 那時候是 一百四十幾 高壓一百四十幾 那倒還好 可是低壓到一百一十幾 差很多 對 那個低壓這樣就太高了 很危險 他那時候是在劇組 我們剛好在拍戲的時候 量他才知道的 對 我才知道 他平常沒有這個習慣 我平常根本沒有這個習慣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你這道具是不是沒有校正 他以為他都是機器壞掉 我以為是機器壞掉 隔天在車 欸還是一樣 結果低壓還要跑到快不到120 後來我才去買了一個新的血壓劑 那個藥師就撤給我看 就說 欸 吳大哥你這樣不行 你這樣很危險 你要趕快去看醫生 重點是醫生還告訴你說 你還不吃藥 這已經這麼嚴重了 因為他隔天來的時候 已經拿藥來做 欸你怎麼在吃藥 他說醫生說 我這不吃藥不行 我吃藥不行 我是一個沒有什麼痛絕的人 對 他外表好像就是每天都這樣 而且他很誇張 很像寒流喔 然後大家喝咖啡 他那個鋼杯裡面 居然 卡卡卡卡 冰塊的聲音欸 我想說請問 我們那個保溫杯是來保溫的 他是保冰的 每天都這樣欸 因為認識我的朋友就知道 我是一年試機都是短修短褲 對 真的 但我現在這件事情 我就開始省思說 我到底是不怕冷 所以才穿這樣 還是因為高血壓 因為你的身體太燥熱 對 他身體太燥熱 你知道嗎 像我現在你看我穿這樣 但是我一直在冒汗 對啊 重點是現在有控制住了嗎 有控制住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大家都很需要 你要把身體照顧好 還是要簽女人 畢業點 對 結婚一定會的 那你的第三個願望是什麼 沒關係 我還是要把願望講出來 對啊 因為要祝福大家都平安之外 當然 我希望 其實說真的 我回歸到自己 希望我自己的內心可以更強大 對 然後呢 更勇敢 然後可以很快的 平靜的就 度過這一切 然後也希望大家越來越好 因為真的只有自己好 沒有用 一出心一定要每一個人都好 每一個人呢 都一直往上升 然後大家都有戲 大家都賺錢 謝謝 謝謝 二寶 恭喜 恭喜 謝謝 其實這幾年呢 就是願望都有達成 就是結婚 那因為疫情呢 我們沒辦法把婚禮 那去年的12月22號 我們也完成這個婚禮 那其實一兩年前就有一個寶寶 樂樂 那這個容顏呢 其實我們也是有規劃的 就是希望能力會生一個小朋友 跟樂樂的陪伴 那終於我 願望也達成 就是在 今年六月 會生一個男寶寶 那我的願望就是希望 今年能順產 那還有就是 趕快的回到愛的榮耀 屬龍的兒子對不對 對屬龍的兒子 哇好棒 那當然了希望 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我覺得 看起優秀啦 那身體就是愛夠 所以 健康就是財富 所以我覺得 健康是最重要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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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聽說 就是 愛官 準備 那個 薛辰歸 所以這幾天也是很開心 看到出門的時候就想說 啊 終於可以回來了 休息了兩個月 那其實以前我都會 每一年給自己很多的願望 然後到年尾的時候發現 好像達成的沒有幾項 所以今年我就給自己 新的一個目標 就是我希望 我可以把愛花這個角色表現好 然後把自己的狀態顧到最好 就這樣 就這兩項 然後 希望可以陪伴愛的榮耀到 從頭到我 然後 完成這個 我自己這個小小的 目標這樣子 你學業有什麼 你畢業什麼 我覺得我應該 學了很多東西回來吧 哈哈 至少 會不會突然間又不壞 欸欸 大桶 你知道他去去 他出國是我媽媽 現在幫他付錢換 我們高家付錢換 對 沒道理我們都不是 你不喜歡我 所以把我送出國 哈哈 沒有 因為就是那時候 愛家就是跟子楊結婚 然後因為他們沒有錢 所以他沒有 完成學業 欸 欸那這樣子 會讓我這個角色裡面的高道 很亂想 我們幫他出錢 對 所以是你幫他出錢 對 欸 欸 貓膩喔 欸 他可能是我女兒喔 哈哈哈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畢竟我爸現在都愛上 不可能愛上彩霞 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 就不可能 我出國一陣子 然後事情變化太大了 所以我現在覺得 發生什麼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嗯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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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結婚嗎 沒有 喔 然後 我也想要求桃花 哈哈 哈哈 沒有沒有 都 對 沒有交 沒有結婚吧 也沒結婚 喔喔 哈哈 所以現在是交往中 對 喔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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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嗎 可以 好 下 下